嘩 嘩 好啦 今集《闖闖闖》 我們會帶大家去到新劇 《我要一批》那裏探班 喂 走快兩步喔 你知啦 阿肥姐最怕人遲到的嘛 嘩 走吧 那阿肥又要變了 肥姐是出名認真的嘛 難怪Fanny說跟她合作也有點緊張 好起伏不定 有時間有時不緊張 當自己對白場 其實都不只是因為肥姐 有時人多 自然的壓力就會大 其實剛剛 做這個訪問之前 肥姐才說自己是個大弟弟 所以更加不會害怕 那我們這場戲呢 就是講 呃 在四樓的 肥姐就是九樓 是高層來的 但是呢 他將會 間大了一個房間 就會下來專門看著我們這一群人 自認是大弟弟的肥姐 說拍這套劇也挺辛苦的 呃 辛苦就不講得想辛苦 我覺得啦 因為做演員 應該有這種心理的準備啦 一開工 就馬上殺到你了 那肯定是休息時間比平時少 但是我就覺得很享受 講到跑那部戲呢 就真是播紀錄了 因為我自己都不記得了 我有幾多年沒做過運動 起碼超過15年了 那天了 跑足整條街 又去追巴士 又去追小巴 還穿著高跟鞋來跑 不過 是情需要嘛 就不認真一點啦 啊 不立刻了一段時間沒拍劇 鄭松姐又覺得怎樣呢 我 呃 不是久沒拍劇 我是去了大陸拍劇 那是 時裝劇呢 就比較久沒拍 因為都是拍故作 現在的廠景三機 就不是這麼習慣了 因為在大陸拍劇 都是冷機 要開始 拿回那個感覺 譬如酒位啊 不過應該很快要拿回我 為什麼要拿這麼多東西來這裡 我要FIT一FIT 拍攝現場呢 因為肥姐呢 身體不舒服 所以我們身為後輩呢 應該找些東西探望一下 的 Hello 肥姐 是啊 是啊 我想問你 現在好一點了嗎 現在好很多 就沒有再痛了 我只不敢吃東西 吃得太多呢 真是什麼叫做頂心頂肺呢 就是頂住了 醬都覺得你很好吃 那現在呢 開工有沒有特別說 注重身體有什麼特別措施呢 出外景啊 免不了的 那就一定要出啦 那廠景呢 他們都盡量安排我早些開工 早些收工 那在這裡呢 我就是希望FIT一FIT 你早日康復 少許意才不見 謝謝 謝謝 希望你早日康復 OK 謝謝 咦 河街的沙沙的樓梯圖 對門這麼多人 每個街街的感覺 難道是走廊 嘩 始終我 走廊都不想抬 嘩哥 拿點東西來吃一下 好東西來 話說話 我想問你這場戲 究竟拍什麼 這場戲呢 就說我們在吃私房菜 誰知道突然間火警 我們就叫走鬼咯 誰知道最後 原來誤明 唉 這場戲 樓梯圖真的走廊 死了